今天这期我们不聊我们的历史了 咱们讲一下跟世界历史有关的吧 这个有人知道啊 可能有人不知道 扑克牌我们大家都玩过吧 我们注意看啊 你看这扑克牌 你看上面这些人物啊 他长得都不一样 而且手里拿的家伙事啊 也是五花八门 其实这些啊 都是西方历史上的名人 勾圈里边的人物 除了黑桃圈是雅迪娜 其他的都不太出名 而且我们看啊 除了他是手里拿武器的 其他你看人家三个 手里拿的都是花 看到没 这是因为他在古希腊 这个神话里边啊 他是战争女神 所以说他是带武器的 因为除了黑桃圈以外 其他那些人呢 都不太出名 咱们今天主要讲讲啊 就是这四个老K 这四个老K都是谁 这四个老K上面的这些人物 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以后打牌的时间 你就可以说 我告诉你 你看这牌子 为什么长得不一样 你看他手里拿的东西 为什么五花八门 他们都是谁谁 哪个时期的人 你就可以装一下 但是啊 仅限于在同级 或者是下同面前 这个领导在了 就不要这样啊 首先我们看啊 黑桃老K 这个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大卫王 他生活在距今公元前 1100年左右 古以色列国国王 半神话的人物 大家对这个名字熟悉 可能啊 多数是因为 有些我们的一些 这个比如说商场啊 什么的 起个什么大卫城之类的 就是这个大卫 咱也不知道 为啥要起这名字 跟人家有什么联系 我们看这个雕像 熟悉吧 哎 就是他 红桃老K 查理大帝 查理曼帝国的建立者 号称欧洲之父 奠定了现在 法德裔三国的出行 他生活的年代 相当于我们 唐德宗的时期啊 就跟白居易 是一个时代的 我们看他 统治的疆率很大了啊 我记得没错的话啊 中学历史 查理曼帝国 是一个必考的考点 梅花老K 这个就更出名了 亚历山大大帝 他在位期间 进行了著名的 亚历山大东征 建立了 亚历山大帝国 时间大约相当于 我们秦桧文王时期 这俩人还是 同一年出生的啊 秦桧文王 比他晚死了十年 所以我们说啊 即使亚历山大 东征到了我们那儿 他们也遇不到白起 白起那时间 应该还是个小孩 更碰不见秦始皇啊 秦始皇比他晚了 一百多年 他最大可能遇到的人 应该是司马错 方片老K 凯撒大帝 我们可以简单 把他理解成 是古罗马的曹操就行了 因为在他的那个时期 古罗马他不是帝国制 他没有皇帝 凯撒在位期间 他独揽大权 宣布自己为终身执政官 这个就跟咱们那些篡位 之前先加自己九次 给自己凤王 他这么做 就跟元老院 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你就触碰到 人家利益的底线了 就差最后一步啊 就成帝了 然后被元老院的人 给刺杀了 那他呢 还有一个著名的情人 就是埃及艳后 这四个老K啊 在历史上 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记住这四个就行了